小美妞怎么长那么漂亮啊 小美妞 哎呀 岳长又像奶奶 下一出局这首季一边跟孙女视讯通话 全程笑容满面 大S前婆婆张兰 多次透露对孙子孙女的死年之情 这回还直言过得不好就回来找奶奶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呢 就是想给小岳和小林儿告诉他们 不要在媒体中了解的奶奶 这是真实的奶奶 28号大S证实跟旧爱聚俊业 在台完成登记结婚 随后张兰开直播卖货 被问到怎么还有心情 张兰说外人的事跟她没任何关系 不过却突然拿出 昔日跟大S的全家服照 还透露暑假就能跟他们见面 让网友看不下去 频频劝她别再炒作 至于离婚后鲜少评论的汪小飞 深夜火大太呛 今天小姨特别幸运 因为姐夫竟然买了一双鞋 完全是符合我的size 根本就是为我而买的 昔日跟小S很要好 没想到王小飞30号凌晨 突然转发小S节目 谈到大S和聚俊业爱情故事的片段 小S说当时听到姐姐交男朋友了 而且那个人她认识 第一时间就想到是聚俊业 当下兴奋到不行 但王小飞酸 你又早知道是不是药又吃多了 还在留言区开枪 受购小S三点 第一自己没喝酒 第二孩子留在台北已经很妥协 第三你姐都没说什么 你天天得色什么 对此小S则是回应 人之傍我也 与其能辩不如能柔 人之物我也 与其能方不如能化 表示辩解不如宽恕 S妈则表示 王小飞过去也是女婿 都是她的孩子 她都疼 只是她们的事就不管了 昔日家人如今撕破脸 关系紧张 TVBS新闻上面在红亭台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